欢迎收听 胎绿游乐园 你们会跟台下互动吗 在表演的过程里 会啊 就是怕没有人会理 有一次在海 那个哪边 春娜吗 还是 肯定啊 对 今年的 今年半在高雄 就是 因为有些歌 像晴天与天这种 比较 这真的比较gospel 然后就是 哎 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唱 然后 我知道台下没有什么人 但是还是会 跟大家想要互动 然后走下去 大家都跑掉 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跑掉 他是真的最不下去 那我就想说 啊你又来看我们 然后又不跟我 又不跟我那个 这有点像暗恋的状态 就是在旁边进去支持你 只有 受 喜欢我的人突然走过来 靠近我的时候 我赶快跑掉啊 那谢谢老师 你这样讲了 对 是吧 安慰到你 安慰到你 因为我那时候是怕 怕是说我会不会太 太high 因为我自己是很high 然后怕吓到他们 然后那件事情 创伤 当下感到无比挫折 可是后来想要说算了 这就是演出嘛 可是我觉得所有的那种 忠实歌迷 其实也是慢慢训练出来的 嗯 因为他必须 必须花一点时间 对我们知道 他也克服了他对你的那种 害羞感 嗯 然后甚至 可能久了之后 你上面问问题 他下面可以直接 啪啊 回去跟你回答 对我们 对啊 对就是 今年 我们庄厂八月号 我们很明显感受到 这种 感觉 就是 真的 讲手他们都 尖叫 尖叫哦 对就是 唱什么他们一起唱 那样子就很high 就是 对我们那时候 对啊 特别有感受 对啊 其实有时候一个团 跟下面的群众 我觉得那种关系 关系有时候有点像情侣 有时候有点像情侣 哦对 对如果你一直 当这个情侣在走久的话 他开始就会变成一种宗教 那个爱就变得更大 最后就会变像 哦 我大概知道 我懂意思吗 我刚刚哦的太怪了 我是不是说 我知道你说什么 对对 然后 变成一种像宗教的时候 就会变得像 苏打利五月天变邪教 就是 就开始 拉迪塞垃圾话 然后下面的人 最喜欢听的是这一段 就是会走到那个状态去 那样子 可是一开始人还不多 比较不熟的状况 一定有点像情侣刚教啊 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看法啦 就一个团慢慢慢慢走的时间 越久会长出的德性 这样子 对对 所以你们还是要 花一点时间去换取这种 对相互了解的空间感 我们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是我们暧昧吧 我觉得 我觉得暧昧跟意犹未尽是最高境界 对吧 对 意犹未尽结束了 有想象空间 都永远是最好的 不只是两个相处的情人 我觉得歌迷跟乐团 艺人跟他的粉丝 好像都都必须是这个状况 会最美好 嗯 就爱教育电台 对对对对对 DOOBIDOOBOW